我是這件事情從頭看到委到現在 我覺得以後大家如果遇到馬文軍委員 打招呼的時候 不用說你好啦 直接問啦 韓國的委員嘛 他之前講的多麼 這個是一定要趕快立刻送韓國 八百里加級 隔天馬上送到韓國代表處 你們有人怎麼樣 可是中華民國臺灣 剛來大家討論 這張是不是廢紙一張 為什麼拒簽這些的 其實我們不用講 為什麼其他國民黨委員都願意 錢唯獨你馬文軍不願意 我看這個內容 他不會是廢紙一張 大家看喔 他上面有寫說 令基於維護機密資訊的安全 如果發生泄密違規事件 願配合相關單位調查 釐清案情 並主動協助國軍發掘檢舉 泄露機密的情勢 這個不會沒有意義啊 因為你想如果沒有簽這一張 泄密了之後 OK 其實你沒有配合調查的義務 講白了 被告不但不治正己 所以被告還可以說謊 對不對 這我們法律的規定啊 可是這一張 他講說我不但宣誓 我不洩密 而且我還說 我願配合調查 這是一個國會議員 在國會裡面 對於維護我們國家機密 很莊嚴的宣誓 那馬文軍把他稱為廢紙一張 這什麼態度 他能不能拿出對待大韓民國的 真心的一半來對待中華民國呢 人家韓國都還沒有說什麼密要洩的 他說哦 你們洩密 我要趕快協助你們來辦案 趕快交給韓國 那我們中華民國 臺灣現在發生這麼嚴重的事情 馬文軍有沒有認真一丁點配合的跡象 我看他相當不配合啊 昨天才在講說哎呀 那個雜誌寫說PHS打電話 都是紙虛烏有都不實報導 今天錄這個 今天國防部的馬上出來說 有看到委員在打電話 馬文軍跟國防部的官員 我相信我們國軍 這很好選 因為剛剛大家講的對呀 後面還有七艘潛艦 若非必要絕對不會去得罪委員 不是嗎 那可是現在你看得到的是 國軍從黃曙光開始上上下下 那有一種我看到的感覺 忍你很久了 真的忍你很久了 好不容易成果出來的時候 可以有一些講出來 其實馬文軍這些傳聞 並不是第一天啊 因為我也在立法院當過幕僚工作過 馬文軍威名遠播 威名遠播 非常有名的一個委員 長期駐守在國貓外交委員會 對於很多國軍上上下下的各種採購案 他都強力監督強力有意見 不要說潛艦了啦 連買內衣 國軍穿的這些內衣 他都監督啊 他也都有意見啊 那不是說不能監督啊 問題是你在監督的時候 你到底拿出什麼樣的態度 給我們國人看到 今天你說你一絲不苟到 連韓國人的利益 你都要去保護 你會在機密會議裡面講PHS喔 我不相信欸 今天馬文軍如果這麼一絲不苟 真的是認真監督的委員 他怎麼會去扯這個雙包GL的事情 這個GL的公司 到底是不是同一家GL雜貨店 跟直播的GL 是不是同一家 非常好查 太好查了 連我完全看不到任何機密報告資料 我都查得出來啊 因為這個在英國政府的網站上 他寫得很清楚啊 這家GL雜貨店 他是在一九九七年創立的呢 一九九七年創立的GL雜貨店呢 那另外直布羅頭的這一家 我都不要講任何什麼機密事 凡我也接觸不到 那路透社的報導 你寫得很清楚嘛 直布羅頭這家是二零一三年創立的 這不一樣嘛 就像苗博雅跟張博雅是不一樣人嘛 一樣名而已 你馬文軍竟然在國會的殿堂說 哦這個要選大安區立委的苗博雅 他當過監察院長 這像話嗎 這像話嗎 那昨天我還看了馬文軍的直播 派我冤枉他 他在解釋 人家有記者問他說 這個GL現在人家說不同公司啊 馬委員你怎麼講 我還以為他要拿出更多的資料 告訴就是同一家 結果這位馬委員呢 他竟然說 這個GL公司Google上有很多啊 大家資料可以去找啊 講來講去 他就是沒有拿出 他們真的是同一家的證據 是Google到的 他說那如果你只會Google的話 我選你當立法院幹嘛 我還要每個月付你十九萬研究費 還要給你助理四十萬 只讓你去議會上面散播 這種你隨便亂Google到 滴溝到菜兜的東西嘛 讓你在機密會議裡面 這一張大家都簽的東西 你說他廢紙一張 然後在裡面大搖大擺的 要來打PHS 被人家揭發之後 還堂而皇之的說謊 說我沒有 那我覺得也難怪啦 今天黃珊珊有出來講嘛 他就黃珊珊幫黃曙光講話 哥哥為了國家做這個潛艦國照 他講的那個意思其實很簡單 四個字 忍入負重 忍入負重嘛 那我說我覺得國防這種東西 怎麼會有分什麼黨派 哪個黨的支持 國防哪個黨不支持 應該是大家來支持啊 監督我們也支持啊 你資料全部送檢調 我們也支持啊 最好送國安局什麼 臺灣的所有單位 你都送一遍 沒關係 立法委員 你要去哪裡 甚至擊鼓明月 暗鈴申告都可以 你跑去跟國外講幹嘛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 總總看下來 我是認為說藍營的朋友 不要再上馬彎君這台車了 他的所有的話 前言不對後語 如果你全部勾擊起來的話 你會發現 他每一次回應都是不老實 可是如果阿苗直接向藍營喊話說 不要上這台車 戰鬥欄昨天的記者會八大訴求 其中有一項訴求 特徵組 然後包括就是盛獲說查 黃曙光 郭熙 其實你說如果要該查的 任何人有一問要查都OK 可是顯然 因為馬上去也是戰鬥欄的一環 所以在這個裡頭 那表示說 因為昨天戰鬥欄真的是軍榮壯勝 你看出來 那如果是真的表示 每個人都來背書嗎 是這個意思嗎 雖然軍榮壯勝 不過三十幾元 那全國有七十幾個選擇 就一半了 對 那當然戰鬥欄有他的實力 但同樣的話 其實就程序剛剛阿苗講的 之前在一直在打郭喜的大家都知道 最用力的可能包括徐曉昕 包括徐曉昕 臺北市議員 對啊 那我就藍營的委員跟我私底下講 他就只有四個字 希望徐曉昕要確定 就是要確定 這個值得一讚 你要確定 為什麼他們在立院有跟馬文勳共識過 所以會有點擔憂 或者這一腳踩得太深 會不會出事 可是戰鬥欄昨天演的這一齣 比較不一樣 戰鬥欄他說 我好幾條嘛 那其中一條是特徵組 特徵組要辦很多民進黨歷來的貪污 政策貪污 還有其他貪污 還包括了高端什麼 這個都是點名案子 但他對黃曙光郭喜是點名的 直接說這個是我要辦的 好那這當然就很有針對性 所以與其說他是在護航馬文勳 不如說直接指黃曙光你就是貪污 現在的民進黨不辦 我用特徵組來辦 好這是一個政見你去站台 好像就支持這個政見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這個政見 不代表是在幫馬文勳背書 不代表 這是兩回事 我要去查黃曙光或是郭喜 對 跟馬文勳我是不是要幫你去背書立體 這是兩個面相 我不官 也許特徵組敗一半半到馬文勳身上 誰知道 但重點是 就是要辦黃曙光這件事情 OK